這個新年為了撲口罩 相信大家都用盡了方法和力氣 好多人想由台灣買口罩都發現被禁止出口 雖然是為了保障台灣本土的口罩數量 但好多藝人對於這件事都發表了意見 例如范偉琦就爆粗鬧官員 結果引來公關災難 大S亦都因為之前由日本訂了一萬個口罩捐到大陸 突失了台灣民眾 這日汪小菲就來做和事佬 送回一萬個給台灣 想著這樣打個和就沒事發生 本來是出於一片好心 畢竟都是捐贈 怎知道網民不收貨繼續罵爆 現在兩邊茶禮都好像吃不到 唉其實都是想買個口罩 為何要是藝人來解決 身體健康三年快樂 龍馬精神快高長大 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交肥屋 Yeah Happy New Year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